L35的潛閉電器 好現在教大家一下L35的潛閉電器怎麼調 它上車的時候基本上 現在這個狀況是全部都已經歸零了 那它的調整是下面是壓側 上面是側側跟預載 那因為它調整的方式比較麻煩一點點 所以上面的部分空間的問題 所以我有用一個特殊的工具 那這是我自己做的 這個買不到很難 這是我拿別人的工具用的 然後基本上這個 所以它才拆殼 這世代金站把它拆殼 然後我才有辦法跟你們講說怎麼調整 那調整的部分呢 現在它是預設的也是60公斤 這個應該前兩天我有看到那個影片 它在騎層上面的時候 幫它調完後臂陣 它騎了結果它狀況不太好 那後來我去試的結果是前臂陣器太硬 所以造成說它前臂陣器無法吸收震盪 然後全部由後臂陣吸收 那後臂陣就變成要吸收兩倍的晃動 所以它造成它晃會晃不停 那我們現在看先調預載 預載大家都習慣的方法是說 預載2公分 3公分 那可是我還是以下壓為主 因為基本上你看我現在做的 然後做的時候呢這樣拉起來 它的預載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可以量給大家看 現在預載是1.7 17mm 所以大概是也將近2公分 這個現在的預載將近2公分 不過我調整的方法還是以吃行程來算 吃行程的部分我們先測試一下 基本上輕壓是這樣 那記得調整的時候不要抓後煞 抓後煞前臂陣器就不會動了 抓後煞前臂陣器就不會動了 所以有時候跑山的時候大家會習慣抓著後煞 你抓後煞你的前臂陣器就不會動了 所以後煞不能抓太多 你輕微的抓 輕微的抓它還是會動 可是如果你抓太多的時候它後煞就不會動了 那在不會動的情況下 前面就沒辦法吸收震盪了 然後輕微壓的時候大概是 已經吃到6層 5層6層左右 大力壓的話呢 就會直接吃到了將近 將近8、9層了 那基本上8、9層的狀況是還OK 這彈簧的硬度是還OK 那因為它的上面這部分的震幅會比較軟一點點 然後通常前臂陣器最容易的就是 當你帶著煞車又下坡又載重 然後又遇到哭辣 它就會再有多一個撞擊下去的力道 所以它的前臂陣器呢 比較容易觸體 比後臂陣器還容易觸體 所以這時候前臂陣器 通常預留的空間 要再多一點點 避免你下坡 然後重煞車 再又遇到哭辣 所以 以它這一個 我現在出全力壓 模擬一下 你看它現在的吃到 就幾乎將近吃到底 那如果它今天是 有稍稍微的 骨輪或骨頭的狀況 下來它就一定會觸體 然後或者是它雙載 或者是下坡比較陡的地方 它高速 進彎 重煞車 它就一定會觸體 所以前臂陣器通常要調比較硬一點點 那這個狀況呢 我等一下再幫你調彈簧 基本上我先測試一下 阻尼的強度 每條避免器都要先測試一下阻尼的強度 會比較好 這樣子你才能知道 它的這個避免器要大約調多少 那我現在先調上面的深側 上面是深側下面是壓盾 深側我現在把它調到底 你會看到大家 我只調一隻喔 大家可以知道 它現在就已經變成的比較硬 然後 它會變比較硬 它回海也變慢 它現在彈回來我都要去拉 然後彈回來以後它就會在這裡 然後還要再往上拉一點 那這就是深側的部分 那深側的同時它也會變硬喔 我把它推上來重新量一下 這是低速的時候 深側它就已經 吃的就比較少了 大力一點的話呢 它也是 有少一點點 它的下壓會比較少一點點 可是它的回彈的速度就變很慢 很明顯比較慢 這是調深側的部分 那當然我一次全開啦 讓你們感覺比較大一點點 然後現在再調壓側 我一樣壓側把它 吹到最底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 那現在就單支啊 如果調兩支 你的阻尼是兩倍喔 所以記得 阻尼調整到最後的時候 可能就是一兩段再調整 因為一次就兩支 壓側 壓側不會影響到回彈 所以當你在 低速的晃動的時候 它的避電器作動都會比較快速 然後懷疑反動比較快 可是它的下壓的幅度 一樣會變硬 身側也會變硬 壓側也會變硬 所以你兩樣都調的話 整個避電器都會變硬喔 然後現在大力壓 大力壓很明顯的 它下去的時候就有阻尼擋住了 所以說它的壓側也會讓避電器變硬 可是它對於在 頂避電器的狀況的時候 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它會比較頂住避電器 可是 前避電器比較特別 我會建議在 在低速的震盪的時候 它要軟 反應很快 又比較偏軟一點點 然後反應很快 然後 在於 大力壓的時候 重剎車的時候 阻尼要拉 那前避電器要拉 阻尼的話 它就一定要把身側加重 可是身側加重 你的回彈一定會變慢 所以你身側加重的時候 回彈變慢的情況下呢 你的 你的回彈要讓低速這邊 靈敏的話 你可能就要把彈簧加硬 像剛才我們就講說 它這組避電器的話 它的彈簧 以它剛剛 我在壓的情況下 如果速度快一點的話 可能它就比較偏軟一點點 所以它就需要把彈簧加硬 那我們先把阻尼加到 時段好了 那我這次是兩邊一起調 因為剛剛是測試而已 所以現在的話 調整是兩邊一起調 才會比較準 有些大量的聲音 會不會到達到 前面的聲音 會不會到達到 兩邊? 因為我會不會到達到 時間內置疾病 那裡 在這時候 在這時候 我們會不會到達到 那時候 在這時候 我們會不會到達到 的地方 好,深色調時段的時候呢,它現在有阻尼拉住 所以它回彈的時候,它的阻尼都比較有強一點點 可是它這樣子同時,它的避震器 就會感覺上比較硬一點點,然後揮彈比較慢 它就感覺很明顯的比較硬一點點,揮彈比較慢 那這時候,如果再加彈簧的話,它就會變更硬 那彈簧,我們先加個... 加個三圈好了 好,彈簧,我們現在加三圈 彈簧加印了以後,很明顯的阻尼又感覺上比較弱了 然後這時候,低速的時候它的晃動就...還算...比較快一點點 那只是...在於...避震器的下壓的情況下呢 就有可能...又再減少了 它的...一般的壓的就會比較少 一般大力的情況下,就會比較少一點點 可是它這樣子做動,反應是比較快的 然後它至於...現在大力壓的話 我現在以大力壓來看,看看它可不可以頂住它的... 最... 最大力的...重煞車下去 你看我現在很大力的情況下,它就已經有一截了 比較可以頂住了 那如果...彈簧加印會頂住的情況下 它的壓側阻尼...就不用加太多 甚至可以不用調 所以它現在已經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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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頂住的時候 它...像它...有跟我講說它的... 有帶孤人的情況下呢 下來的時候它避震器就容易觸體 所以它可能重煞車的情況下 極限期的話就會比較容易觸體 所以這時候呢 它的壓側... 為了避免它會觸體的情況下 我帶它的壓側...做了... 呃...調整一下 我覺得調個...一段...兩段就好了 那我今天先幫它調兩段 因為有阻尼去減緩它... 它的壓側 因為如果有高低速的避震器的話 那你的就有配分高速的時候去做... 擋就好了 低速的時候就不要擋 因為低速如果再去擋 本次避震器就變硬的跟軌掉 好...我現在壓側...調了兩段 我們再來看一下...它這邊差不多一指齁 下壓的同時就有感覺到阻尼有變強一點點 好...現在一直又多一點點了 它很明顯的一直又多一點點 因為有阻尼擋住它會變硬一點點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差不多 因為你在下面這邊的... 預留的空間呢 預留的... 它的... 幾公分呢... 我覺得也是差不多預留的... 兩公分左右 現在這個是1.6、1.7 差不多也是兩公分 因為當你在大力撞下去的時候就會有遇到這個狀況 因為有的時候下坡... 重踩煞車...也會遇到困難 那這種狀況呢...就會比較適合 所以目前我現在幫它調整的狀況是... 壓側兩段... 深側十段... 然後...彈簧轉了三圈 目前這個狀況我覺得它跟... 它的前B震器的作動... 反應是帶有阻尼拉的 可是它又比較... 比較不會太硬 因為它如果太硬的情況下 也會造成你的後B震器過度的晃動 那這個後B震器上次調了 所以它的... 後B震器的作動呢... 其實也跟前面其實是... 差不多 可是通常後面會比較硬 前面要比較軟 我們前面是調的比後面還要再軟 我會建議你... 後面要比較硬 前面要比較軟 因為... 你的前面會先撞到困難 而且你的前面... 會受到你的油門跟煞車的控制 可是後B震器完全是由... 車重... 而且人坐在車上 所以它的很明顯是... 後面要做的... 前面的再... 定一點點 讓後B震器去做反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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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